就是说我不怕输官司 我不怕输官司 这是个演讲 这是个即兴演讲 只要通过打官司 我们可以为互联网上 关心社会主义热心 或者就是所谓的 网左网折这个圈子 实际上加上网字 是不对的 因为很多人 哲学现实生活 他的生活姿态 对于世界的认识 对于正义邪恶的判定 都是和哲学息息相关的 而这个网左 其实很多人 也已经不是所谓的网络上的左了 而是在现实当中 身体力行去践行自己的立场 用这种温和的 公开的长远的方式 去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 所以我不怕打官司 我也不怕输官司 只要通过 为什么我会打官司 因为我总是在揭露 曝光一些人的真面目 那么这些人的真面目 实际上是带有违法犯罪的嫌疑的 包括有一个团体 喜欢报假警 喜欢报假警 喜欢各种举报 捏造不实的罪名 去举报别人 还有一个团体 这些人在线下媒体 或者混入那些 现实的践行社会主义理念的那些人 当中去 实际上是要打着一些 甚至打着我的招牌 去欺骗他们 去煽动他们 做一些激进的事情 包括他的个体 还搞性骚扰 他自己不承认性骚扰 说性侮辱 骂别人是 所谓的 什么一种动物 磁性动物 那么我不怕输官死 哪怕说司法机关最后判我输 只要在过程中 能够有由头有机会 把这些人的嘴脸暴露在公权力的面前 并且可以通过一些方式 我提供足够充分的证据 可以让行政机关 你就是让警察可以介入 执法机关能够介入 去补充侦查 把他们屁股上一串不干净的 都给他挖出来 只要能够把这些人的真面目 甚至说这些团伙的真面目 暴露在世人面前 暴露在我们共同体面前 我输官死不算什么 一次几千块钱而已 最多最多几千块钱 书官死不算什么 但是不是说我就刻意侵犯他们的名誉权 我始终不认为我侵犯他的名誉权 之前那个案子也说我没有侵犯他名誉权 我不认为侵犯名誉权 因为我评价都是现实 就是他确实做这些事情 确实做这些事情 他确实说了一些激进的反动的话 确实 或者说他诽谤别人 或者说他报假警 他确实做了这些非法的犯罪的这些事情 盗号什么这些文言 还有那个什么钢鞭打肉酱 确实做了这些事情 我没有捏造事实 我没有侮辱诽谤他们 我只是如其所示的向公众呈现出他们的本来面目而已 如果说出于某些原因 法律法官认定 我侵害了他们的某种什么人格尊严权 类似的这么一个东西 要赔钱 我愿意赔 赔了之后 赔了之后 不是说我掌握他私人信息 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并不是说要通过这种方式掌握他的隐私 什么道歉信 要知道他电话 让他去核实什么类东西 或者知道他银行账号 这个不是 不是个目的 通过这种方式 我可以 哪怕输了 我也认 你这法院叫我道歉 叫我赔钱 什么我都认 但是客观上 以及说我个人主观上 我使得你们的真面目 丑陋的真相 暴露在 朗朗乾坤之下 在这个意义上讲 我觉得 我赚到这些钱 哪怕就被你们拿走了 去怎么怎么用 怎么怎么用 我觉得不亏 因为这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一劳永逸的事情 这个真面目一旦暴露 那么大家就会完全 丧失 哪怕还有一小 极小一部分人 还在跟着 跟着你们走 他也最后 不明就里的 外围的一些人 他也会丧失 对你们的一切想象 对你们一切想象 并且你们地下那些 不干不净的 那些事情 也会被翻出来 也会被翻出来 在公共系统里面 得到一个注册 不仅说是在司法体系 或者说在执法体系 在警察系统 警务系统里面 得到一个注册 而是在舆论环境 舆论空间里面 在圈子里面 就知道你做这些事情 你不仅做这些事情 你还到达一耙 还要去求取公权力的 还要去就是说 使用各种手段 用各种方式 想要把自己塑造成受害方 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是什么 明明是 明明是你们在煽动那些言论 在做那些非法的事情 在报假警 在不行的举报 在以各式各样的手段 各式各样的 也在互联网上 也有继续发帖子 诋毁我 侮辱我 那些东西 那些搜集的证据 我还没有起诉 我倒是大人大量 我没有起诉 你们倒是说先拉满了 所以我不怕 我不怕 我不怕输 输无非是给钱而已 给钱而已 我这个经历呢 我也有我的朋友 能够帮我应付这些事情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越来越看到 谁才是真正逆流 越来越看到 谁才是站在 人们群众所追求的 安宁和秩序的对立面上 谁先在煽动 暴恐言论 谁先在 捏到事实 报假警 召唤铁拳 谁才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我就算书官死 我也会服服帖帖 我认罚 我认 法院给的 我请犯的是什么 就是请害的什么 法院这样判 那我认 该有写道先行 写道先行 该处罚 处罚 但是 你们会不会认 你们自己说的那些话 做的那些事呢 我会继续曝光你们的嘴脸 继续向世人 照示 你们那个真面目 你可以一而再 再而三的去告我 告我 几个月 几个月 几个月的 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 终有一天 我相信终有一天 人们都会看清你们的真面目 司法机关也会 清醒的认识到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你们到底什么样的存在 你们到底做这些事情 是为了做什么 是要在做什么 你说我终止请害 我终止什么请害 我请害你什么了 你做的那些事情 白纸黑字 明明白白 那么多人历史的见证呢 你自己写的那些道歉信啊 写的那些自己变白的那些 里面自己都承认的东西 你就觉得这个世人看不清楚 看不明白吗 太可笑了 或者说你本来报的那个假警 是要让那个国家安全相关的机关介入的 然后是有保密协议的 人家就不能够举报你在报假警 我们就算拼着这个保密协议 不遵守相应的这个法律 法律代价 我也让全天下人知道 是你在报这个假警 你在唯恐天下不乱 在邪思报复 全天下人 我们足够强大 我们能够承受代价 你们呢 你们做了亏心事 心亏 里也亏 你们能够纠集的那些反动力量 也是有限的 我不罢署官司 而且其实我很期待你们到底怕什么 你们这些人到底怕什么 你们做的那些事情 说的那些话 煽动那些暴恐 杀杀杀 铁棒敲肉酱 这个要各种是什么 各种召唤铁拳 把平白无辜的人 打成说是什么暴力团货 浪费国家的警力 浪费这个国家安全的 这个监管力量 我挺佩服你们的 在一个贬义的意义上 那你们来 尽管来吧 尽管来吧 人们会更加紧密的团结在我周围 世道人情 会更加看清楚 你们这些人的真面目 历史 会给我们一个交代 哪怕就是说暂时的 输入一场官司 或者怎么样 我们不在乎 我们不在乎 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公共讨论的一个机会 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 能够去吸引关注焦点 能够让大家 我们把它看成是个照妖镜 我们不是妖怪 我们不怕照 你们是不是妖怪 不知道 不知道 照一照 才知道